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 小镇就像进入了一场噩梦 恐怖事件 接耳连三的发生 请听小说 三简一等于几 作者周德东 演播赵灵 第十六集 很快他又响了 眼泪不敢再接 瞪大眼睛 死死盯着他 电话一直在响 很急切 直到窗外的攻击 叫出了第一声 他才陡然停止 黑夜漫长 白昼短暂 太阳很快又要落山了 连泪 哆哆嗦嗦的 给胡杨打了一个电话 他想让胡杨 来陪自己一夜 因为他实在挺不住了 胡杨竟然不在 他的孩子说 他到外县拉货去了 要一周之后才能回来 连泪没指望了 最后 他只好去找慕容太太 谎说 夜里有人打骚扰电话 他很害怕 请慕容太太晚上 来跟他做个伴 慕容太太爽快地答应了 他还没有完全从 统食爱女的悲愈中 解脱出来 老公又远在天边 他晚上正好有个伴 说说话 慕容太太陪连泪 睡了三天 这三夜 电话没有响一声 第四天 连泪不好意思 再麻烦慕容太太 就让她回去了 又剩下 连泪一个人 他安慰自己说 也许 那天是一个逼真的梦 是自己把阴阳给混淆了 在天黑之前 他拔掉了电话线 电话 没有响 电话当然不可能再响 快半夜的时候 提心吊胆的连泪 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突然 他被什么声音 惊醒了 他惊恐地竖起耳朵 那个婴儿的哭诉声 又来了 连泪 吓得面无人色 电话线 不是拔掉了吗 那个声音 飘荡在漆黑的窗外 紧紧地贴着窗户 妈妈 你别丢下我 别丢下我 连泪本能地 抓起电话要报警 忽然响起电话线 被他拔掉了 他大喊起来 有鬼 有鬼呀 邻居 都被连泪叫醒了 纷纷跑过来 他们看见连泪 穿着内衣 站在窗前 挥舞着一条长裤 往窗外驱赶着什么 窗外漆黑 他的动作 让人感到很恐怖 慕容太太 窗外大声地问道 连泪 你在干什么 连泪惊恐地说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大家都意识到 连泪可能是疯了 慕容太太又问 你哪有孩子 连泪很生气地 瞪了慕容太太一眼 我有没有孩子 你管得着吗 李太太强制地 把她手中的长裤 躲下来 抱着她 坐在床上 连泪像小猫一样 缩在李太太的怀里 不停地颤抖 慕容太太 打开冰箱 给她倒了一杯梨汁 变泪太太 站在她的面前 柔和地说 连泪 你冷静点 大家都在这里 别怕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说出来 心里也痛快一些 连泪突然大哭 我的孩子回来了 她不想走 变太太说 你的孩子在哪啊 连泪惊恐地指着窗户 说 她就贴在窗户上 你们快点赶她走啊 这个时候 张古来了 张古 可爱的张古 他是唯一明察秋毫的人 唯一懂得一切真理 从怀疑开始的人 爱思考的人 弃而不舍 要查清事实真相 坚决和邪恶 斗争到底的人 不惧危险的人 甚至被人误解为 精神病的人 她出场 当然 她的装束 确实有些滑稽 还是压舌帽 大墨镜 叼着烟斗 煮着文明棍 她之所以来晚了 就是因为 她出场之前 要打扮一番 张古 站在连累面前 问了一些问题 还做了笔录 这些问题 在别人看来 可能毫无用处 甚至 有些古怪 张古却相信 他是在 抄近路 逼近谜底 连累 折腾累了 她在李太太的怀里 沉沉地睡去 张古 小声问大家 连累清醒的时候 最后 谁跟她接触过 慕容太太说 啊 是我 她说 有人打骚扰电话 让我作伴 张古 若有所思 把这一条记上 还画了重点号 然后 她开始检查电话线 发现 电话线 被拔掉 这一夜 大家都没有离开 天亮以后 有人 给连累的婆家 报了信 他们 把连累 从石器牌坊 接走了 接着 婆家 又给连累的 娘家 报了信 他们把连累 从绝伦地 小镇 接走了 石器牌坊 有一个房子 空了 连累的婆婆 要把这个房子 卖掉 可是买主 来看过房子之后 说什么都不买了 因为 那个买主 在院子里 又看见了一只 像花环的 花圈 辩家 访款 失窃 引起了铁柱的 高度重视 接到报案 她立刻到现场 勘察 跟以前所有的案件一样 她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门窗都锁着 没有破坏的痕迹 房子里 除了汴江 夫妻俩 只有一个还不会说话的 盘山学部的孩子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她又想不明白了 这天晚上 汴江 对太太说 明天 我就走了 汴江太太 有些害怕 一下子 抱紧了老公 我 我一个人害怕 汴江说 我必须得走了 生意 已经被耽误了 太太说 我也跟你去 汴江告诉她 不行 我们几个人合伙 做生意 都是男人 一起吃 一起住 你去怎么办 而且 人家都没有带家属 再说了 我们这种生意 不固定 今天跑到这里 明天跑到那里 天天都在车上 很动荡 太太求她 那也总不能 把我丢在家里 汴江说 其实我更想你 等我的生意 做出一定规模 稳定了 我立即接你走 再也不回来了 太太又说 你快点接我呀 我害怕这个地方 汴江说 我会的 太太又说 你别睡 等我睡着了 你再睡 汴江 答应太太 好的 我等你 你睡吧 半夜时 汴江 被什么声音弄醒了 她睁开眼 听见 身旁的太太 一边哭 一边说 你别走 你别走 四周 太黑了 太静了 太太的哭声 显得很突兀 很恐怖 汴江 使劲 推她的肩 好半天 她才醒过来 汴江 辩太太 万分委屈地 抱住汴江 哭得更厉害了 汴江问道 你怎么了 问了几遍 辩太太 才止住了哭 黯淡地说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结婚那年 遇到的那个 算卦的老头 汴江问 哪个算卦的老头啊 太太说 我们去城里买电脑 在路边 那个穿泥子大衣的老头 汴江一下子 想起来了 太太接着说 他为我们算卦 说我们的婚姻 到不了头 你怎么相信 那种鬼话呀 我们这么多年 不是过来了吗 刚才 我梦见他来了 他拉着你就走 说我们不应该 做夫妻 你呢也不反抗 就跟他走了 我在后面追 怎么也追不上 汴江安慰太太 好了好了 别胡思乱想 睡吧 可是我有一种预感 好像要出什么凶事 我们俩走到头了 汴太太 一边说 一边又滴滴的 啜泣起来 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 小镇 就像进入了一场噩梦 恐怖事件 接二连三的发生 请听小说 三简一等于几 作者周德东 演播赵灵 第十七集 汴江轻轻轻的 亲了他一下 说 那是不可能的 可是汴太太 还在哭 那哭声 让汴江的心情 很压抑 汴太太说的话 一直在汴江的耳边 回响 我们俩 走到头了 第二天早上 汴太太 找到李太太 和慕容太太 提出 要退出几个人的约定 她不再收养 这个男婴了 李太太 和慕容太太 都很诧异 李太太 心直口快地说 你这就不对了 当时 咱们几个人都同意 轮流收养这个孩子 才把他抱回来 现在 你怎么能 说退出就退出呢 汴太太解释道 我老公今天要走了 李太太说 他走不走 和这个孩子 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吗 李太太 我们家失窃了 哎呀 汴太太 你总不会以为 是叉偷的吧 汴太太说 我没说是他偷的 我是说 现在我家一贫如洗了 汴江 没有固定收入 接下来的生活 得靠他一分一分地赚 我实在没有能力 再收养这个孩子了 慕容太太 叹了口气说 好吧 那就把叉 先接到我家吧 哪个问题啊 汴太太压低声音 说道 我觉得 她是两个 明处一个 暗处一个 李太太打断了她 胡说 慕容太太没有表态 一直 一直在想着什么 汴太太回到家 把那个男婴 领了出来 一路上 她没有看男婴一眼 她把男婴 交给了慕容太太 急匆匆地 就离开了 走到门口 她回头 瞟了男婴一眼 男婴 直直地看着她 那眼神 让她不寒而栗 走出慕容家 变太太的心情 一下子好了许多 她终于 把这个可怕的东西 甩出去了 变将 在收拾东西 变太太说 你等着 我到附近小麦店 给你买几瓶 纯净水去 说完 变太太出了门 窗外的阳光很好 树上的鸟 叽叽喳喳地叫 它们在谈论 明天的天气 变将忽然想到 应该带上一本书 在车上消磨时间 她在书架上 看来看去 最后 把手伸向了 一本恐怖小说 她的手 停在了半空 她看见 书架上 有一叠照片 几十张 照片上 那白花花的肉 吸引了她的目光 那无疑是A级照 因为她经常 在黄色网站浏览 可是家里 怎么会有这种照片呢 变将拿起来 雾得瞪大了眼睛 那个男人 竟是镇长 由于角度问题 她看不见镇长 身下的那个女人 镇长赤身裸体的照片 突然出现在她的家里 她肯定 要一张张地看下去 镇长的表情 千变万化 有的很痛苦 有的很幸福 有的呲牙咧嘴 有的怒目横眉 她一张张地翻 那个女人的脸 露得越来越多 最后 变将终于看清 那个女人 正是她的老婆 她们做爱的地点 正是在自己的家里 她的老婆 在镇长的身下 身上 怀里怀外 表情 无比陶醉 便将傻了 她像一只 发怒的狮子 举起脚 把椅子踹翻了 接着 她一发不可收拾 把四周的东西 砸了个稀巴烂 发泄够了 她呆呆地 坐在了地上 她的心里 压上了一座山 她相信自己 一辈子 都推不翻 她在外面奔走 操劳 为这个家赚钱 吃得苦太多太多 而她的老婆 却在家里 跟另一个男人 颠乱捣缝 这个时候 太太 还没有回来 在这段时间里 便将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为这个决定 想哭 太太 终于回来了 她手里 拎着几瓶纯净水 她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进屋以后 吃了一惊 怎么了 这么乱 便将 看着她 没有说话 她感到气氛不对头 四处看了看 一下 一下就看见了 书架上 那叠照片 她走过去 拿起来一看 当时 就傻住了 变态太 软软地 靠在了书架上 脑袋里 闪过的第一个人 就是 那个男婴 她和镇长在一起 可以说是 神不知鬼不觉 没有一个人知道 她只是 没有防备 那个男婴 有一次 她和镇长 通电话约会 那个男婴 就在一旁 静静地玩 算起来 在她抚养 男婴的一个月里 镇长有三次 来到她的家里 过夜 前不久 她曾经有一次 发现家里的胶卷 好像不够数 当时 她并没有多想 以为是自己 记错了 辰太太想 可恶的男婴 肯定是她搞的鬼 她不但 要让这个家 一贫如洗 还要让这个家 心里雨散 可是 她是怎么拍的呢 辰太太 陡然想起了 昨夜的那个梦 到头了 辰太太 一张张地 撕那些照片 眼泪流了下来 她说 辰江 你打我吧 辰江冷冷地说 离婚吧 辰太太呆呆地 她看着老公 问道 不能挽回了吗 辰江反问 你说呢 她看得出来 辰江已经是铁了心了 辰江站起来 翻箱倒柜 终于找到了他们的结婚证 她把结婚证装进口袋 平静地说 我在前面走 还是你在前面走 辰太太说 我 她慢慢地朝门外走 走过辰江身边时 突然大哭了起来 紧紧地搂住了辰江 说 辰江 你原谅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辰江没有表情 辰太太一边哭 一边说道 我一个人在家 快三年了 实在没有意思 你理解我吗 辰江 还是没有表情 辰江 辰太太接着说 你让我用后半生 弥补你 好吗 那个酸瓜的老头 早就说我们到不了头 辰江 发生这件事 是命中注定的 你别这样恨我 好不好 我们一起和命抗争 好不好 你不要离开我 好不好 辰江的眼泪 流下来了 辰太太 颤颤地说 都是那个男婴搞的鬼 她偷了我们的钱 又要逼我们离婚 此时辰江大声吼道 是谁搞的鬼不重要 不管怎么说 你是不是跟人家睡了 辰太太 哑口无言了 辰江擦了擦泪 平静了一下说道 你洗洗脸吧 还是我先走 我在镇政府等你 然后 辰江大捕走了出去 辰太太 哭得瘫倒在地 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 小镇 就像进入了一场噩梦 恐怖事件 接二连三的发生 请听小说 三简一等于几 作者 周德东 演播 赵灵 第十八集 辰江和辰太太 很快就把离婚手续 办完了 尽管他们没有对任何人声张 但是 镇里很多人 还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辰江走了 他把房子 和家里所有东西 都留给了辰太太 一个人去 漂泊天涯 他离开小镇的那天 就像电影里演的一样 天阴了 雨 雨 落下来 辰太太知道这个男人 再也不会回来了 他就像傻子一样 站在门口 看着他的背影远去 直到 看不见 此时的变太太 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变太太盼着老公回心转意 突然出现 可是她再也没有回来 这一天 变太太突然回想起 那天她翻看那些偷拍的照片 其中一张照片里 有那个男婴 她在变太太和镇长旁边睡着了 变太太糊涂了 只要有一个镜头里出现了男婴 就说明这些照片不是她拍的 那不是她拍的又会是谁呢 还有一个第三者 埋伏在暗处 牵藏在她家的某一个地方 偷看他们交换的场面 在偷听他们的癫狂碍语 她感到脊梁发冷了 张古 跟踪收破烂的老太太 摸清了她的柱子 这个老太太住在小镇西郊 空旷的野地里 有一座孤零零的砖面土房 原来呢 住着一个老道 后来老道死了 那土房就空了 这个老太太大多时候都待在那间 孤零零的房子里 不知道干什么 偶尔她才推着垃圾车出来转一转 天很早就又回去了 这个老太太 还和从前一样 从来不到石漆牌房收破烂 除了张古 没有人注意到这个细节 张古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难道 石漆牌房 有她害怕的人 当然了 张古要上班 要写材料 要和朋友聚会 要吃饭 睡觉 要上厕所 她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跟踪这个老太太 一天 很晚了 张古写一个工作总结类的东西 她的旁边放着啤酒 她一边喝酒 一边打字 电话响了 她拿起了话筒 喂 是冯金 冯金说 张古 我 我想跟你说个事 张古问 什么事啊 哦 是这样 我跟那个永远的婴儿 又在网上聊天了 张古接着问 有什么发现吗 其实也没什么 直到现在 我仍然对她很信任 只是 张古 等待着夏文 只是 她说了一些话 让我有点猜疑 张古紧忙问道 她说什么了 哦 我们俩聊起了哭的话题 她说 她从来没有流过一滴泪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因为她的四周是沙漠 她还对我说 哪怕你的眼泪 包含天大的委屈 要在沙漠上转瞬 就无影无踪 太微不足道了 唯一的结果 是滋润了沙漠 哦 对对对 她还对我说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颗沙子 要对你的委屈负责 她还说 她娇生惯养 我觉得 她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 张古追问道 那还有吗 冯金回答 哦 没有了 张古说 我觉得 这很像一个 要强的女孩子说的话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放下电话 张古继续喝酒 打字 可能是啤酒喝多了 她突然想撒尿 出了门 外面漆黑一片 那条莫名其妙的狗 又开始汪汪叫了 张古至今不知道 那是谁家的狗 也不知道 它在哪里叫 她一边尿尿 一边 看了慕容太太家一眼 她发现 她家院子里 站着一个人 她的尿 一下子就没了 张古 系上裤子 躲在阴影里 仔细观察 她终于看清了 那个人 正是 收破烂的 老太太 那个老太太 正贴在慕容太太家的窗缝上 朝里看 神态极为诡异 灯光从窗缝里照出来 照在她的脸上 白灿灿的 张古知道 那个男婴这些日子 就在慕容太太家 那么 这个老太太 在看什么呢 张古 悄悄地走过去 站在她的身后 突然大声地说 你在干什么 胆子再大的人 会这么突然一下 都会条件反射地 哆嗦一下 可是 这个老太太 却没有 她平静地 转过了身 看了张古一眼 半少 才说 看一看 有没有破烂 然后 她就慢腾腾地 走开了 张古 从窗缝里看进去 那个男婴 正在沙发上 看画册 回到房子里 张古一个字 都写不下去了 她在琢磨 这个神秘的老太太 到底在偷看什么 她在看那个 更神秘的婴儿吗 那么她和那个婴儿 是什么关系 是同伙 还是天敌 张古觉得 老太太说的那句话 很有意味 看一看 有没有破烂 在张古心里 那个男婴 是这样一种东西 你走进一个 废弃多年的房子 里面特别黑 掀开一块瓦砾 下面很潮湿 静静地趴着 一个古怪的东西 它一动 无动地看着你 张古总觉得 那个男婴 阴暗 丑陋 肮脏 潮湿 怪异 鬼碎 不管她是变态 畸形的人 还是蔓延在 现实生活中的 某种病毒 亦或是 大家传说中的鬼魅 再亦或是 某种超自然的异类 她的家园 都应该是 垃圾场 或者说 她就是 垃圾精 她和人类 对抗 如果老太太 用垃圾车 把男婴收走 那真是 适得其所 那么老太太 难道就是 收服她的人吗 张古觉得 生活中出现了 小说的味道 刘亚丽 是镇长 一手培养 起来的干部 一个大清早 镇长 把她干 那时候 刘亚丽 年龄还小 这么多年 她一直和镇长 保持着 偷偷摸摸的关系 这么多年 她只跟镇长 一个人 没有出嫁 她甘愿一辈子 做她的情妇 她觉得 她和镇长 互相都是 对方唯一的爱 她觉得 镇长和她的感情 是永远的 她也一点不知道 镇长和变太太 那个家庭主妇 也有一腿 现在 她已经徐娘半老了 也不如花了 也不肆欲了 而那个变太太 比她嫩 这天晚上 她都要睡了 突然听见 窗外有声音 她以为 是镇长来了 可是听了一会儿 觉得不对 她抄起一把剪刀 就走了出去 外面 黑乎乎的 什么都没 她刚要进屋 隐隐约约 看见远处 有一个黑影 小小的 像个猫 她肯定 那不是人 因为 那个东西 不是站立的 而是趴扶着 一动不动 好像在看她 她的眼睛 适应了外面的 黑暗之后 终于发现 那个东西 有眼睛 那双眼睛 在黑暗中 闪着幽蓝的光 是活物 她害怕起来 屏住 呼吸 死死地盯着 那东西 纹丝不敢动 她在费力地想 那到底 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 掉头 朝更黑的地方 窜去了 很敏捷 四脚 悄无声息 她觉得 那东西 好像在对她 暗示着声 她觉得有隐情 紧紧地 抓住剪刀 跟了过去 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 小镇 就像进入了一场噩梦 恐怖事件 接耳连三地发生 请听小说 三简一等于几 作者周德东 演播赵灵 第十九集 走一段 那个东西 又趴扶下来 双眼幽蓝 一动不动地看她 她不敢接近 脚步慢下来 待她停下之后 那个东西 又朝更黑的地方 窜去了 那个东西 静若朽木 动如脱脱 刘亚丽的心 悬了起来 她想 自己到底 遇到了什么 这个东西 到底要干什么 她一直 被牵引着来到了 变太太家 房子前 那个东西 突然消失了 她看见 变太太家 挡着窗帘 里面亮着 粉红色的灯光 她好奇地走进窗户 里面 隐隐约约的 有声音 但是 听不清楚 她马上 有了一种预感 把耳朵 紧紧贴在窗户上 全神贯注地听 突然 身后一阵尖叫 她差点 瘫倒 她 木然回头 看见一只 硕大无比的猫 正在盯着她 那双眼睛 幽蓝 刚才 是她吗 从那以后 刘亚丽 开始抱负 她是文化战战长 拍照技术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 她家有暗示 可以冲洗照片 这天夜里 这个独身的女人 又一次偷拍成功 她鬼鬼祟祟 回到一个人的家里 走进暗房 开始 冲洗胶片 是的 很多人 害怕暗示 很多恐怖故事 是从暗示 流淌出来 胶片 药水 显影 定影 暗示总有一种 说不出的恐怖 在暗红的灯光下 独身 女人的脸 显得很 鬼祭 一张张 影像 慢慢地显现 出来 震掌 变态态 她们的表情 渐渐 清晰 渐 渐 清晰 她感到 无比的丑陋 突然 她打了个寒颤 有一张照片 在镇掌和 变太太旁边 还躺着一个 小小的东西 她一点点的 清晰了 是个婴儿 她莫名其妙地 想起了那只 硕大无比的猫 张古的决心 一天比一天坚定 把一切都要弄个水落石出 她产生了一个 破釜沉舟的主意 她把生死 指之度外 天黑的时候 她到 慕容太太家去了 她要把那个男婴 抱到自己的房子里 来过夜 她要和那个男婴 再一次 短铃相接 出门前 她把家里的剪子 小心塞到了 床头的枕头下 又把擀面杖 放在了床边的 一个空档里 一个伸手 就可以够到的地方 我们可能想不通 对付一个婴儿 要剪子和擀面杖干什么 其实张古 是在为自己壮胆 原谅她的举动吧 换了我们 说不定 还不敢再把那个男婴 抱回家呢 再说 她也是人啊 又不是孙悟空 张古 大气凛然的 走进了慕容太太家 慕容太太 正在和那个男婴 摆积木 自从条条死后 这个可怜的女人 就把这个男婴 当成了感情依托 她和男婴在一起 就好像看见了条条一样 那感觉又温馨 又凄凉 她的眼神 再不像过去那样明朗 家里面有一种 永远不可以根除的悲伤 她摆了一座漂亮的房子 男婴插了一手 把积木 花得一下碰倒了 可是 慕容太太耐心地说 没关系 妈妈 再给你重新摆 这一次 妈妈 给你摆一个幼儿园 张古 进了门 站在一边 静静地看 她抬头 突然看见了张古 说 你吓了我一跳 张古 看着男婴说道 嫂子 今晚 让这个孩子 跟我睡一宵吧 那个男婴 认真地摆着积木 慕容太太说道 怕她不跟你 张古又说 没问题 上次 变太太 把她放在我家里 睡过一夜 她挺乖的 慕容太太 就轻轻地 对那个男婴说 条条 她发现 自己又叫错了 自从条条死后 她总是这样 于是 她叹了口气 改正过来 叉儿啊 你跟叔叔 去睡一夜 好不好啊 男婴 把积木弄倒了 张古把她抱起来 盯着她的眼睛说 走吧 我那里啊 有很多你爱玩的东西 还有录音机呢 录音机这个词 并没有触动 男婴的哪根神经 她的眼睛 东看看 西看看 就这样 张古把她抱出了门 慕容太太在后面说 啊 她要是哭 你就给我送回来啊 天 彻底黑了 张古 张古抱着男婴回到家里 把她放在提前准备好的小床上 张古的床 是个双人床 很宽大 他为男婴知道 是钢丝床 要小多了 男婴坐下后 又开始认认真真的 看着张古的左瞳孔 神态像眼科大夫那样 张古被看得心里直发虚 他避开了男婴的眼神 转身拿了两个东西 递给男婴 一个是录音机 一个是口琴 男婴的眼睛终于转移了 他把黑色的录音机 推到一边 抓过彩色的口琴 放在嘴上吹 他竟然 吹出了声音 他很高兴 一只手 挥来挥去 这样看起来 他真的是一个婴儿 没什么异常 但是 张古丝毫没有放松警惕 男婴玩了很长时间 终于有些玩腻了 把口琴 扔开了 他的面前 没什么好玩的东西 这时候 他抓起了那个 黑色的录音机 张古的心 都提到了嗓子眼 男婴 男婴摆弄了一阵子 似乎对录音机 也不感兴趣了 又把他扔到了一旁 天 晚了 张古为他 铺好被子 给他脱衣服 谁知 男婴好像不同意 嘴里 呜呜呜呜呜呜 嘀咕着什么 他下了地 歪歪斜斜地 走到张古的大床前 笨拙地 朝上爬 那里 埋藏着张古的茧子 和擀面杖 张古的心 缩紧了 强行 把他抱到小床上 他的嘴里 又发出 很不满的声音 倔强地 溜下地 又朝张古 那张大床上爬 张古 把他抱回几次 他每次 都走过去 最后 张古妥协了 他把男婴 放到自己的 那张大床上 而他睡在了 为男婴准备的 那张小床上 上了张古的床 那个男婴 似乎满意了 乖乖地 让张古 为他脱了衣服 钻进了被窝 张古 故意把那个录音机 放在写字台的桌面上 动作很大 然后 他也躺下了 张古 关了灯 这一夜 更加黑暗 整个世界 都被墨水淹没了 恐怖 迅速占据了 张古的心头 每张大床 在门口 而张古 睡的这张小床 在房子的最里面 他要跑出去 必须要经过男婴 这个男婴 不动声色地 抢占了张古的地盘 剥夺了张古的武器 现在 那把剪子 在男婴的枕头下 那根擀面杖 在男婴的旁边 张古 想拿到它们 太难了 这种情形 对张古 极为不利 那条无处不在的狗 又开始叫 今天 它的叫声极为古怪 很尖细 很婉转 像一个女人在唱歌 张古 尽量躲避着 跑调的歌声 专心致志地 聆听男婴的动静 不漏掉一丝声音 男婴 静命 像死了一样 自从那个婴儿出现之后 小镇 就像进入了一场噩梦 恐怖事件 几二连三地发生 请听小说 三简一等于几 作者 周德东 演播 赵灵 第二十集 那个录音机 就在写字台上 静静地摆着 离男婴很近 那东西 记着他的心思 也记着男婴的心思 过了很长时间 张古 终于听到男婴 传来了轻微的憨声 均匀 而甜美 听别人睡觉 是很容易困的 睡意 在张古的脑袋里 弥漫 越来越浓郁 就像一锅酱子 他像粘在蜘蛛网上的蚊子 越踢腾 越黏糊 可是张古 坚持着 他知道 只要自己睡过去 那男婴 就得逞了 今夜 张古 只许成功 否则 就更没有人 能够看清男婴的真面目了 为了引蛇出动 他也油浅入身的 发出了轻微的憨声 而且和那个男婴的憨声 参差不齐 很逼真 模拟憨声 更容易睡过去 又过了一些时间 张古 真的坚持不住了 这个时候 他听到 除了他和那个男婴 错落的憨声 这个屋子里 还有另外一丝声音 他一下就惊人了 他轻轻地 抬起头 隐隐约约地 看见那个男婴 一边发出舒缓的憨声 一边悄悄下了地 他一点点地靠近了 写字台上的 那个录音机 那条狗 突然不叫了 张古 吓得面无人色 他终于亲眼看见了 这个男婴的 另一面了 男婴 拿起录音机 捏手捏脚地 朝外面走去 他的动作 敏捷而无声 他的憨声和他的身影 一起渐渐地消失了 张古 爬起身 光着脚跟了出去 他 豁出去了 男婴出了门 像狸猫一样 灵巧地 向房子后面 跑去 张古 跟踪他来到房后 前面说过 十七排房 位于小镇的最北端 张古家房后 是高高的草丛 再往北 就是开阔的庄稼地了 风吹过来 庄稼哗啦啦地响 张古 躲在房角 偷听 在这漆黑的夜里 男婴突然开口说话了 他说话十分老练 而且张古听出 好像有一些 河北口音 他对着录音机 大声地说着一些 奇怪的话 口哑啦 耳聋啦 五腹六脏 流浓啦 口哑啦 耳聋啦 五腹六脏 流浓啦 然后 他嚎啕大哭 那哭声 像活人被油炸了一样 令人毛骨悚然 张古 吓得魂不附体 转身跑进屋 躲在床上 哆嗦起来 那个男婴 很快地摸进屋来 他轻轻地 关上了门 轻轻地 把录音机 放在写字台上 轻轻地爬上床 他没有弄出 一丝声音来 而且 他一直响着憨声 绵长 而甜静 还夹杂着 一两句 含糊不清的意义 天 终于亮 张古一夜没睡 两眼星红 天亮了 他的心 就踏实了一些 他认为 这个男婴 绝对是个异类 他属于白天的背面 而现在 太阳出来了 张古觉得 好像回到了 属于自己的时空 他不那么害怕了 此时 张古对男婴 充满了仇恨 他已经基本肯定 十七排房 发生的悲剧 都是他搞的鬼 男婴醒了 他在 被窝里玩 嘴里 呜呜一一地 说着他的耳语 张古 对她的伪装 感到恐怖和恶心 他装作 没事一样来到床前 对男婴说道 走吧 我送你 回慕容太太家 男婴 男婴还在 呜呜一一地 说着他的耳语 张古 为他穿衣服的时候 手 开始捣了 他看见 他的头发上 有一个草屑 那无疑 是他半夜 出去时 挂上的 张古为男婴 穿好衣服 要领他出门的时候 顺手把那个录音机 装进了口袋里 他拉起了 那个男婴的手 心 砰砰砰的 猛跳起来 他惧怕那只 小小的 白白的 嫩嫩的手 他担心 他突然叫着 抓住自己 男婴 没有抓的 他乖顺的 跟着张古走了 把男婴 送到慕容家之后 张古把邻居们 都叫到了慕容家 李妈夫妻 变太太 慕容太太 他们都不知道 张古要干什么 那个男婴 拿起一支皮球 在手中扔着玩 动作很笨拙 张古突然指着 那个男婴大声 说道 这个孩子会说话 大家都愣了 昨天 我故意把他 抱到我家 睡了一夜 半夜的时候 我亲眼看见他 拿着我的录音机 溜到房后 录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话 还鬼哭狼嚎 他是个怪东西 我断定 以前发生的 几起凶案 都是他搞的鬼 大家都看着 那个男婴 那个男婴 专心致志地 扔皮球碗 不小心摔了一跤 爬起来 继续扔 李太太 小声地说 张古啊 他还不懂事呢 你怎么跟熊熊一样 边瞎话呢 张古大声地说 怎么 你不相信我 慕容太太说 哎呀 你肯定是做梦了 张古 从口袋里 掏出录音机 说道 你们自己听吧 他打开了录音机 里面却是一群人 在酒桌上 说醉话的声音 那是 很多天以前 一个朋友过生日 大家在 一起喝酒的实况 其中 张古的声音最多 最清楚 张古 傻眼了 男鹰 一心一意地玩着 一直没说话的李麻 说话了 张古啊 最近你的身体 可能有问题 你得到医院 看一看 然后 他又俯在张古耳边 小声地说道 哎 你是不是特别崇拜 电影里的侦探 千万别走火入魔呀 特别是 不要再戴那个鸭舌帽了 就更不要再煮 那个文明棍了 镇里面人 都感到很好笑 只是 没有人对你说罢了 张古 竟然有些动摇了 他想 难道昨夜 真的是一场梦 三人成虎 超过十个人 说你是老虎 你差不多就会认为 你脑门上没有王字 那是镜子的问题 超过一百个人 都说你是狗屎 那你基本上 就会闻到自己身上 有臭味了 那个男婴 听不懂大人们的话 他还在玩他的皮球 嘴里发出乌依乌依的声音 李麻夫妻回家了 慕容太太 进厨房做早饭 有人牵了牵张古的衣角 他转头看 是 变太太 变太太 嘀嘀地 对张古说道 我相信 然后 变太太垂下头 很怕似的走开了 只剩下张古 和那个男婴 这个时候 那个男婴 停止了踢球 他转头 看了看张古 那眼神 简直就像是 换了一个人 这一天 慕容太太领着叉 到邮电所 给老公寄挂号信 邮电所的营业厅内 人很多 大家排着队 慕容太太领着叉 排在了最后面 那个收破烂的老太太 朝着油电所的方向 走过来 她推着垃圾车 一边走 一边慢悠悠的喊 收破烂咯 未经许的方向 说明快乐 未经许的方向 我们不知 许可 我们不知 我们不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